是被我妈气的 我说你离了算了 医院摸了不算还要跑到你家去摸 你家摸了不算得跑到我家来 小桃 花一封她 妈妈 小桃林她又花一月了 会不会有什么教绩 教绩复发 妈 我永远会要爱你的 李主任 小桃护士 接你的车还没来 是啊 收好一点来的 可能堵车吧 李主任 小桃护士 有什么问题吗 是 我是有点问题想请教你 如果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 老是吵架 老是气恼 你说像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离了 肯定是别人的事情吧 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你刚刚说的情况不够具体 我很难解释 就说夫妻吵架 生气 也并不是没有感情啊 是不是啊 可是 一方一味的欺负另外一方 莫名其妙的欺负 无缘无故的欺负 天长地久的欺负 可是另一方呢 就是已忍再忍 已经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却还在忍着 像这样的日子 如果换了我 我是被欺负的一方 我是无法忍受的 早就离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劝葬世人 下去先离了算吗 那我说 长痛不无短痛 如果没了感情 只有折磨 这种婚姻都不要 是 天涯 何处无方丈 是谁啊 是你的亲戚吗 舅舅 你没有生病啊 刚才生病了 是中了他 小弟 是吧 是 那疼人满地大股 是啊 肚子疼 肚子疼 这么快就好了 舅舅 要不要 我给你检查检查 不不不 嗯 好了 一点不疼了 那我就放心了 哎 舅舅 我还给你带了一样礼物 你啊 你给舅舅带 一样 像那样人不见 妈 我给舅舅呢 买了一个假蚝蚝蚝 啊 嘿 啪 舅舅带上去 像是一个艺术鸭子 哈哈哈哈 哈哈 太平了 真难怪你了 哈哈 妈 我不是在你面前画作用啊 舅舅是一个摄影师 绝对算是一个艺术鸭子 啊 可不是吗 哎 太平了 就从小就喜欢 我的照相机 因为我可能喜欢阿月啊 拍了好多好 要 瞧着嘴 说错了 不懂 啊 哎 不是阿月 是阿梅 那阿梅 最喜欢拍照了 那 这不都是阿梅的照片吗 不会吧 哎 舅舅 哎 舅舅 我上回看到的明明是 阿月小时候的照片 啊 太平了 你有没有记错啊 哎 你再看了 这都是阿梅的照片啊 没有阿月的 一张也没有啊 哦 是啊 这些都是啊 哎 舅舅 你肯定给阿梅 拍过很多照片吧 哈哈 当然 那除了强烈画的那些 那你肯定 还有其他的 那更当然了 哈哈 没了没了 那就 就是瞎弄 就是强 这些照片的 接下来 你知道 还有呢 多什么 你想说什么呀 哎 哼 我记错了 就回去 都在墙上 哎 就有了 那底片呢 哦 那底片丢掉了 有一次搬家丢了好多冬金 底片丢掉 不是丢了 是烧掉了 烧掉了 哎 为什么要烧啊 哦 就有一次失火呢 家里有烧掉好多东西 底片也烧掉了 哦 那次啊 损失好大 老公啊 孩子他爸 孩子他妈 孩子他妈 你现在是我们家里的工程 从今以后啊 我们家里的家务活 你就别干了 通通有我一个人帮了 你来只管吃着睡睡着吃 把身体养得大大 这辈子 我第一要感谢的是 第一要感谢的是夏太平 我第二要感谢的是 第二要感谢的也是夏太平 我第三要感谢的 也还是夏太平 老公 不许吃醋啊 我敢吗 我敢吃夏医生的醋吗 我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不过 乐乐我问你 夏医生和他老婆 关系怎么样啊 那真是没得说了 郎才女貌切千配 白头到老好姻缘 在地就是连离之 在天就是鼻翼鸟啊 不对啊 七星 今天怎么会想起来 问这些的啊 我也不知道 可是 好像不像你说的 那么好 七星啊 你是有私心吧 你还一直在吃夏太平的干醋啊 哎呀 我说老婆 我哪能呢 你老公难道就这种素质吗 那谁让你平白 为我怀疑人家夫妻感情的啊 可是 可是今天 今天怎么了快说 今天夏医生的老婆花大嫂来找过我 她说啊 夏医生的针灸水平很高 卖帽子的水平也很高 这卖帽子是什么意思啊 哎 我怎么没看见过夏医生卖帽子的 真的吗 真的吗 花大嫂真这么说的 她真的是这样说的 她说夏医生卖帽子 这卖帽子 卖帽子 这是她的第二十页吧 哎呀 齐欣啊 你真是个呆头鹅你 你这话你都听不懂啊 花大嫂在吃我的醋呢 她是说你呆了绿帽子了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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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这么笑 哎呀 我这么笑也懂派气的 哎呀 哎呀 太好笑了 哎呀 怎么怎么办呢 这种人家也真是的 就喜欢跑到人家家里来闹事 我还没有吃醋呢 她倒好 啊 齐欣 你真是不吃好歹你 我告诉你啊 夏医生是来打我们生孩子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我警告你啊 以后 不许再说夏泰林的不是 也不许再说花大嫂的不好 听到没有 哎哎哎 老公啊 哎 哦 孩子他爸 再给我们嫁小宝宝 来被牛逮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嘿嘿嘿 哎呦 这都几点了吗 他明天怎么还没来啊 哎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啊 他说院里有点急事 可能晚点到 哦 哥嘛 踩上高桥吧 你看啊 你会显得更高大 更迷人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哎 再说一遍 哥嘛 踩上高桥吧 你看啊 你会显得更高大 更迷人 哥们 踩上高桥吧 你看上去会显得更高大 更迷人 哥们 踩上高桥吧 你看上去 你会 小桥 下班了 你还没走啊 你不是也没走吗 哈 我们是难兄难妹啊 下了班呢 都不想急着回家 其实下一声 有机会那样的家 还不如不回家 你说什么 你听得懂的 哈 我是听得懂 但是有时候听得懂的 也可以装着听不懂 下一声 我心疼你 我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你在干什么 刚才收集机里呢 有一句话 我觉得蛮好玩的 我就把它抄下来了 你看 高桥 你能高桥干什么 我呢 是想研究研究 我在想啊 人穿上高桥以后 人是不是 真的是用那种 高大没人的心理 夏医生 你不要再让别人折磨你了 你不要折磨你自己了 好不好 妈 你怎么来了 月儿 哎呦 哎呦 那太平呢 太平没回来 他死在外头才好呢 这怎么说话呢 哎月儿 妈来跟你说 你事件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啊 我跟你直说了吧 那太平对你有意见 都是舅舅不好 妈 妈 你冬瓜 尝到钱本里 瞎弄什么呀 哎呦 我没瞎搞 我把事里都弄清楚了 妈还摆平了 妈 你弄清楚什么了 摆平什么了 你跟好乐乐谈过了 好乐吗 哎 谁是好乐乐啊 哎呀 妈 你对我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好乐乐 夏太平的老同学 那个不孕症的女人 哎呦呗 我的宝贝女儿 你别这乱打岔了行不行啊 啊 现在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你跟夏太平的问题 我告诉你吧 这前阵子 太平上香 你舅舅家去过了 他看见你舅舅家那墙上挂着 都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可能怀疑了 回来就够要底片 没给他 我说没有啊 根本就没什么底片 照片怎么了 我干嘛呀 后来我那想个办法 我就把你舅舅家 你那些照片都摘下来 把没想到的照片都给挂上去了 还打电话 骗这个太平上 你舅舅家去看见 那又怎么样了 哎呦呗 你不知道 他都傻了 那看了又看 都是阿梅的照片 哪有什么的阿月呀 后来啊 他承认他上次看花眼了 好了夏太平 想找我的场 倒断一耙 哎对了 另外还有那不孕症的事吧 妈还问过太平了 没有的事 那那太平就不过就给他针灸而已 而且每次人家他丈夫都在呀 没你说的那么邪乎啊 每次他丈夫都在场吗 不可能吧 下一位 来 请喝茶啊 谢谢 去喝吧 太平 来 来 来 乐乐 对不起 今天医院里有点事 我来得玩了 哎呀没关系 您怎么忙 嗯 夏医生 今天你太太的找过我 花月凤 她找你干什么 哦 没什么没什么 她就好经过 就进去看她起心的 她怎么知道起心在哪上班呢 那 不是你告诉她的吗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告诉她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告诉她 哎呀 晴晴你慌什么呀 那就算是你告诉她的 那又怎么了 哦 难道你让她给黄礼品花大草怎么样啊 我怎么了 我跟她怎么了 是她特意来找我的 她说我 她说我 她说什么 她说我戴绿帽子 她怎么能这么说呢 哎呀 太平你别生气啊 哎哎太平 那个 保胎是不是也是用针灸的方法啊 啊 啊对对对 呃 它也是一种针灸 呃 就是血味不一样 呃 还要加一点艾融 艾融是什么 艾融就是呃 碾在真相 是一种燃烧的中药 哦 哦 那你快帮我针吧 我都快等不及了 去去去 拿融镜啊 哎哎哎好 好好好 哥儿 哥儿 还没睡 爸爸你回来了 爸爸 抱抱管 妈 哎 爸爸不能再抱 瓜儿了 听话 啊 为什么 妈 妈 不不 瓜瓜 vine 博儿 你是女生 爸爸是男生 男生 是不可以抱女生的 是妈妈说的吧 他 她竟会说这种话 你妈妈她 她哪个睡 爸 我问你两个问题 你们这几天 为什么一直睡沙发 我哪里睡沙发了 你想骗我 我昨天晚上起来看见了 还帮你盖毛巾毯来着 你岁着跟死猪一样 嘴里还直哼哼呢 你爸爸呢 这两天可能有点失眠 睡不着 又怕影响你妈妈 所以呢 今天我不许你再去沙发了 遵命我的小公主 爸 你给我妈恩爱吗 我给我你妈 当然恩爱了 怎么了 那我就放开了 我睡了 睡吧 拜拜 来 亲一下 哎 乖 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玥 哎呀 小艾佛 你急什么呢 人不上节目吗 这个故事还在呀 马老师 主人刚才在骂人了 他说人都没有了 节目还有什么说服力 怎么叫说服力呢 我不是人 你不是人啊 我是最好的见证者 我要是把事情说出来 不要太有说服力啊 主人说 这档节目已经推迟一期 不能再推了 我知道 我不是在观察事态的发展吗 我都把它写出来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 纪实片比故事片好看啊 那就是因为真实 真实你懂吗 哇 什么味道 好像有点难闻 怎么会难闻呢 这法国香水啊 叫为你听名 太平 你猜是什么香情啊 不不不 不知道 哎呀 你猜吗 莫莫莉花 怎么会是莫莉花呢 你知道我不喜欢莫莉香情呢 对不起 我不懂花的味道 玫瑰香 玫瑰花 玫瑰香 对 玫瑰香 玫瑰香 来 阿玥 你先睡吧 我还有点重要的事要做 睡吧 睡吧 不知了吗 我ença的睡觉 夜见 警察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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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是高桥的上部 太平 你真的要做高桥啊 神经病啊 你又不是马戏团的团长做这个干什么呀 太平 你真的现在都不愿意看我一眼了 你有事吗 耽误您宝贵时间 给我倒杯水 我要吃药 好 乐乐 那个好 乐乐 有孩子了吧 大概有了吧 不过呢 检查还没出来 给 帮忙啊 当然要的 要饱胎的 安月 你把药吃了先睡啊 我还要去忙呢 还到他家里去宝吗 你是不是说什么 很好 我已经有点难安 我还是要去忙 打掉 你说你可能给他年轻的 你要告诉他 我 你寻找他 不开心 不要 你 我的 啊 阿玉 你还没睡啊 我不睡 我睡不着 夏天平你告诉我 好乐的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阿玉 扮演三根的 你怎么每次像个鬼一样 对啊 我是鬼 我自然是鬼了 好乐的才是人 是爱人 我拿什么让你怀孕 我的爱人 听话 快去睡吧 太平 我们俩再生一个孩子 好不好 我也像好乐的那样 怀孕生孩子 我们已经有果儿了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呢 为什么不能啊 为什么好乐的就能生 我就不能生啊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哪有国家干部生二胎的呢 我不管 夏天平 你宁愿帮那个爷爷女儿生孩子 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阿玉 把演三根的 我不想跟你吵 你给我下车 你 你竟敢穿背着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好 好 我让你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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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孟 你的病越来越重了 你受的伤害一天不输掉 你就一天不会平静 我不平静 我为什么不平静 你说 为什么不平静 我知道 你小时候 你舅舅 你给我闭嘴 什么我舅舅 我有病 你才有病啊 你个神经病 我扶着你了 扶着你了 我扶着你了 不要叫了 你也想人家来休息 求求你了 是机委会的叔叔吗 你们快来呀 我爸爸和我妈妈吵架了 你可以吃 Nicholas 我不用了 你eté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这位是谁在打电话投诉的呢 小泽皮 你就是 借口 借我救救的幌子 说我有病 我有病 你就可以不碰我的事了 你才有病啊 华妇 你不要弃人太事了 小泽皮 你怕我开口说话是不是 行 我不再说话了 我的外头啊 我死给你看 你小心 泽皮 你真的关心我 玻璃 我帮你宰着玻璃 妈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 我懒得写信 你懒得开口说话 我在做一双高枪 你是问我为什么要做高枪 它会使你看上去更高大更迷人 妈 妈 我累了 我要睡了 家里出大事了 阿玥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事情都解决了 这怎么又闹起来了 解决 解决什么呀 你们是 越解决事情越乱 麻烦更多 怎么会呢 阿玥 你跟妈说 那下的平衡怎么理了 你不跟妈说 还有一点 ral compensation 把髙地组组组组? 中文算错语 敳 Ying exist 唯 你可能没想вет 放下 那张臭脸 我也不愿意听你在这儿瞎说了 哎 阿玥 阿玥 你听妈再唠叨一遍 那你对那下饭瓶得好一点 那脾气上来得知道压一压 压到肚子里去 然后在那卫生间放掉 妈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下饭瓶太凶了 也不是太凶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下饭瓶太凶了 只是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呀 妈 我知道了 你走了 我赶回去 给他们做早饭吃 妈 我走了 这就对了 来 来 乐乐 我们今天到夏依晨家 她知道吗 没告诉我 我突然起起 给她一个大惊喜 不太好吗 我们这种驾驶到她家 别给她吓着了 她吓着你了 请进去 我来看看 我好乱乐 有个安人下太平 哎 哎 小朋友 我唱一声 安人下太平 就唱一点 安人下太平 对 安人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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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今天要把牛奶喝一道 每天吃牛奶 太平 你看见什么了 是好乐了 好像上我们家来 什么 找上门来了 是让你帮他生孩子的那个吧 敲锣打鼓的干什么 不知道 大平 大平 我们来给你送锦旗了 好乐了 你要有什么事啊 直接跟我们老公说就行了 要按摩 要针灸 还知道 花大嫂 我不是来针灸的 我肚子已经有孩子了 这都是下一次活动了 我们是特地来感谢她的 是的 花大嫂 好像我有多老子的 叫我们的名字吧 欢迎欢迎 好乐了 阿姨你好 我们真有的 知道你名字字 哎呀果果 阿姨最喜欢我 你身上的女儿相了 来 阿姨摩摩 来 好乐了 你不要搞错了 这是我的女儿 对对对 我的儿子 还在我们肚子上 玩上连武功呢 花大 岳凤 嗯 要不 你来摸我 来来 我就不用摸了 还是 等到下一声摸吧 她都摸惯了 感谢姓 亲爱的下一声啊 我们家乐乐有了今天 完全是你的功劳 是你帮助乐乐 怀上了孩子 一心一意 扑在乐乐的身上 放弃了个 无数个劫甲之日 下一声哪 是你 你是我们新时代的 花雷锋吗 对啊 我代表两口子 向你表示 感谢 天天 我们家齐心现在 多么没说话 都是让我调教的 我看你 都可以上台做报告了 哪里哪里哪里 好乐了 好乐了 你们今天是不是太夸张了 哎呀 不夸张不足以表达 我们激动的心情哦 对吧齐心 是不是不是 我们准备明天去医院 还要搞一个跟今天一模一样的形式 来感谢你 哎呀 拜托拜托拜托 拜托你这样 不要这样好不好 哎 太平 你又开出广告的药吧 还是我们太放心了 明天我让齐心去拿 好吗 好的好的 先开点中药不哭气 揚揚雪 这样吧 我先开七天 吃完了以后再开 好 太平 你怎样用心点看啊 这个孩子来的可是飞比情长啊 对啊对啊 还是花纳 至于不能解我 是的 是的 谢谢 别谢谢了 哎 总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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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搞不懂 这个小话他要干什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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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倒水 我先去倒水 拿下来,就不知道是几号了 还没到日子呢,你走啊 还有几天呢 完整快了 奶奶 奶奶啊,你的眼睛啊,也看不清楚了 就别做了 那一年,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也给你做了一双鞋 上面还绣了花 后来呀 你穿到了那个相好的家里去了 就再也没穿回来过 对不起 奶奶啊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啊 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啊 我受什么委屈啊 好 姐姐啊,不过你再提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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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没有 我是要参加你们的谈话 小话 是我要现实说 不是你杨奶奶啊 所以啊 我一定要参加的 我是想 全部彻底地坦白出来 我年轻的时候啊 心里很花淡 你要一看到漂亮一个女人啊 我就要花哒哒 可是你奶奶呢 她有感觉 就是抓不住我的把柄啊 心里就 怀疑 痛苦 气烦 可又说不出来 她只好 闹啊 丑啊 嗯 好了好了 今天不是讲我们的事 二日将想花见的事 哎 你奶奶啊 我啊 她就苦于找不到我的证据啊 那您是想说 夏天平在外面乱搞 我没有抓到她的证据是吧 哎 我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好 我是想啊 你不能从她奶奶的负责 充斥奶奶吃过的苦啊 哎呀 好了好了 你讲错了 今天不是讲我们 而是讲小花家的事情 哎哎哎 杨爷杨奶奶 这样的事情 还不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吗 虽然你们这么多啊 有挑拨我们夫妻关系的意思 不 但是 我还是要感谢你们 因为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小花